吉隆坡发生了少年霸凌事件 而受害者竟然还是一名迟钝儿 至少三名少年将受害者带到酒店 封口绑守 施暴者不只是拳打脚踢 更将施暴的过程拍摄下来 分享到通话应用程序上广传 让少年面对了二度伤害 而令家属愤慨难平的事 警方可能已经释放了三名嫌犯 霸凌悲剧星期二发生在首都 秋节路一带的廉价酒店 两名少年以毛巾布条 绑着15岁受害者的嘴巴和双手 并对赤裸上身的少年施以拳脚 而另一人则在一旁拿着手机 拍下施暴过程 直到受害人兄长找上门少年才脱困 受害者父亲申诉 儿子因为一场误会被打的遍体鳞伤已经非常倒霉 没想到加害人还在微信分享短片二度伤害受害人和家属 家属事发隔天已经报案 原以为为加害人将因此面对司法审讯 但听闻警方扣留三名嫌犯一天以后就已经释放他们 感到非常不满 因此要求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阿布巴卡正式案件 还家属一个公道